大家好,我是大伟 年龄越大,腿脚越不好 我相信这是很多人的一个共识 毕竟年龄大了,用腿用脚很多时候都会心有余而力不足 比如说前面有个台阶,我想跨过去 这个时候我一抬脚,本来预计能跨过去 结果脚没抬上来,啪哒一下,给磕着盼着了 那么其实这句话讲的并不完全正确 我中间要给他加一句,是什么呢? 叫做年龄越大,气血越不足 你的腿脚才会越没有力气 你才会用腿的时候,越感觉心有余而力不足 为什么我们要加这个前置条件呢? 我给大家来举个例子啊 说一些事,大家就知道了 你们知道腿的根是哪里吗? 很多人回答,是我们的脚底,其实错啊 我们腿的根啊,是在我们的一个胯 根是什么意思? 根,你看树根,这个根它要汲取营养 我们腿部的根也一样 我们身体上面的气血循环 都是从我们这髋关节这里啊,往下去走 走到我们脚底在循环带上来的 可以说我们的髋关节啊,它就是一个卡口 如果说你的髋关节锁死了 很多人啊,形容我的髋关节生锈了 走路啊,这髋关节都迈不动了 那你的腿脚的气血循环就出了问题 自然而然,你的腿脚啊,就会没有力气 所以你看,很多的老年人 他并不是说啊,这个心有余而力不足 首先问题啊,就在于他的髋关节先锁死了 髋关节,我们年轻人可以这样去迈 那么年纪大一点的人呢,他髋关节迈不动了 他只能这样去动 那么慢慢的,这髋关节一旦嗅死他里面的气血循环 就会出问题 好,那我们现在来给大家分享一个非常好的动作 这个动作啊,你只要坚持每天念一念 就能够打开我们的这个髋关节的卡口 把我们这个根啊,给它养活了 你只要这个根一活 你这个腿脚的气血流通顺畅开来 腿脚的力气马上啊,就会增加起来 好,这个动作非常的好 希望大家把这个动作啊,收藏下来 每天跟着念一念 如果你感觉有用的,评论区下方 打上有用两个字,帮助更多的人 现在我们来讲动作 首先想把髋关节养活 最实用的一个动作啊,就是转胯 我给大家来演示一下啊 我们首先啊,把腿啊,向外抬起 向内收啊,注意这里 是折叠起来的 然后往外去迈啊 它是一个这样的一个过程 大家看啊,我收回来以后 不是直接放下来啊 收回来以后,它是有一个 你看,迈啊,往外迈 然后再返回 再打开 再回位啊 大家注意看这个动作 它一来一回算一个啊 我们只有把这个矿关节左右给它进行旋转的时候 才能够把我们里面一些堵着的地方给它活通开来 那么大家如果刚开始做的时候 我记得大家旁边是扶着墙去做啊 千万不要就像我一样啊 就刚开始就直接这样念 那很多时候啊,这个重心不稳一下子啊 可能就啊,跌着了 所以我们为了安全起见扶着墙 或者旁边有人看着情况下 我们来,你看 把腿抬起来 抬到你的极限 腿往内扣 扣到你的极限 然后开始往下 哎,往外伸 然后再来 二,你看打开啊 不要感觉这个动作简单 你的腿脚啊,气血越不足 你做这个动作啊 就会感觉难度越大 但是没有关系 你只要能第一个坚持下来 后面咬着牙多做几个 慢慢,哎,气血打开了 做这个动作就会很轻松 好,我们再来第二个 你看,一,快一点的 好,二 这个动作啊 其实对我们的腰部还非常好 这是题外话 我们做的时候可以用手啊 摸着我们的腰 然后呢,我们去做 你看,你在来回动的时候啊 你腰部的肌肉啊 也会被激活啊 我们就这样 反复的啊 把这个动作啊 你看,做好啊 那么我们右腿做完以后 左腿再给大家演示一遍 大家可以把手机放到一边 跟着我一起来做 你看,腿往外打开 然后往内扣 往下压啊 大家扶着墙 然后再来 二 三 啊 做的时候啊 可以把这个动作幅度啊 做得越大越好 每一下做到自己的极限 你看 四 好 五 再来 六 好 就这样去做 我们左右啊 一来一回 算一次啊 每条腿做到十次到十五次 做完以后 你会有一种神奇的感觉 感觉这个气血啊 往脚底下面去流 而且很多人做完以后啊 明显的感觉这个脚上面会发热 为什么呢 就是通过我们这一来一回啊 把里面的气血开关打开了 而且呢 还有很多人啊 他这个髋关节啊 平常秀的比较严重啊 就是髋关节也打不开 那随着他坐着坐着啊 慢慢的 他这个踢腿啊 哎 这个髋关节啊 完全就打开了 这都是非常好的一个现象 所以呢 这个动作非常好 如果你身边有腿脚不好的人 或者自己的父母腿脚不好 一定要把这个视频啊 分享给他们 让他们没事啊 每天啊 去把这个动作啊 做一做 好了 今天的视频啊 就分享到这里的 我是大为 感谢大家观看我的视频 没有关注的 记得关注我一波 谢谢大家